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路行日子终于定下来 美国国务院和大陆外交部14号各自官宣 经过中美双方商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确定将在6月18号到6月19号访问大陆 秦刚指出年初以来 中美关系遭遇新的困难和挑战 责任是清楚的 就在布林肯访路消息正式公布之前 布林肯和大陆外交部长秦刚 北京时间14号早上才刚刚通过电话 就中美两岸等议题交换意见 强调双方要保持沟通管道 秦刚更直言中美关系遭遇的困难和挑战 责任要归咎美方 秦刚就台湾问题等中方核心关切 阐明了严正立场 强调美方应与尊重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推动中美关系止跌齐稳 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布林肯原定今年2月就要访问大陆 但当时大陆侦察气球飞越美国领空 闹得肺位扬扬 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布林肯当时被迫延后访中计划 后来拜登政府又在6月初 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期间 希望能促成中美两国国防部长会谈 也遭到大陆悍然拒绝 如今终于敲定布林肯访路行 布林肯也将成为近5年内 继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 2018年访路以来 美国访问大陆最高层级官员 但会不会见到习近平还是未知输 记者综合报道